汽机车大军出动 废气满街窜 行政院打算把每年中央分配到的空污基金 移动污染源中随由征收空污费28亿的两成 大约5.6亿提拨给地方运用 减少烧燃煤 但是却增加烧燃气 仍旧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因为这是治标 但是却没有治本 我觉得这个市会2018中南部选举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也是一个重要的变数 所以他的临时要改变这个相关的政策 就怕下放经费让各县市应急 最后沦为抢前大战 蓝燕执意赖清德松绑空污法总量管制 为了选举考量 现在行政团队很容易 也就先说了 然后没有配套而造成误解 结果造成误解之后又动也不能动 我觉得这样子不一定能够解决空污的问题 中南部深陷空污之苦 赖清德要亲自主持行政立法协调汇报 找日委开会 周一中午先敲定修法细节 目前全台61个空品禁区 例如阳明山新北都会区 倾向扩大管制移动污染源 老旧汽车二行程机车澳 也将限制燃料跟动力 增加检举奖金及吹哨者制度 蔡政府高喊环保和供电取平衡点 只是能源问题没解决 给不了全民想要的天空蓝 记者李孟昌 邵玉敏台北报道 李孟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